秋带 对 爱 哎呀 我没事 耶 是 那咋不来个电话呢 我不知道今天 我帮了他这么大的忙子 不说个谢字 都这么晚了 孩子要回来肯定累了 明天再说不行啊 不行 我 我 我给小斌打个招呼 打个电话问问 打电话干啥 你说啥呀 你问问小斌勤奋 咋不谢谢你 是啊 我不说这可信 你问问菜咋样 你就是这样 这菜让我调理的这 你是没看见 绿的都发亮了 小斌 小斌 小斌小斌 过来过来过来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这不是绿又有的挺好吗 这怎么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前几天玄书来了一趟 他说这菜缺假 我们就给加了假 我这次跟别人签的是 低价养生菜协议 方书记签的线 摩尔布瑞治 你现在让我怎么办呀这 低价菜 对呀 不是那我也不知道啊 我免提啊 听着 来 喂 叔 小斌啊 咋样吗 出事了 出啥事了 出啥事了吗 秦芬种的是低价菜 我们给加了假 搞坏了 啥低价菜 秦芬呢 他在这儿呢 秦芬 没事 你睡吧 你醒来吧你 秦芬 我爸哪儿还有一台呢 对呀 首先是我 对呀 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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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爸 我问你个事啊 叔叔叔 我是秦芬 我不是给你送了一台 那个植物工厂吗 你现在看一下 那个控制面板上 钾肥的含量是不是75 甲 75 叔 太谢谢你了叔 你知道吗叔 你把我们保住了植物工厂的 第一个大单啊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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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谢谢了 真的 我这狐狸狐狸撞大运了 不发财都不行啊 别挂别挂 今晚我给你讲 顶级拿上合同签了 这事才能靠谱呢 好的说 知道了 有希望了 走 你这是要考大学来 你啥时候来的吗 我都战半天了 眼熟太上瘾了 咋 当个职业农民还不够 还真要上大学来 像你这样不爱学习的人 早晚会被淘汰 半节入土的人了 爱淘汰不淘汰 有事啊 我要把户口签回来 我没听错过 你要把户口签回来 没错 年轻的时候老想着在外面闯荡 现在这把岁数了 闯不动了 回来了 你这咋想的吗 这一会儿签走 一会儿签回来的 你都忘了 那时候为着签户口 你和天顺书拗着 把书弃成啥样了 这好不容易把户口签走了 现在又要签回来 你说实话 是不是又打村里啥主意呢 雪 你怎么就门缝里看人来 我能打村里啥主意 真要签回来 真要签回来 那这事啊 得容我两天 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嘛 我得找几个村民代表摸摸底嘛 那行 那我等信啊 我可把丑话说到前头 如果你给我拖着不办 我就找我儿媳妇去 我们的这个民俗酒店啊 一定要牢牢地抓住香愁两个字做文章 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记得住香愁 那三不你说 什么才是香愁呢 有人说呢 香愁是妈妈手里的一碗手感念 也有人说 是大街上小摊上的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 要我说呀 咱们风云村的香愁 就是这些老碾盘 老槐树 老房子 这些老门楼 我觉得呀 这些才是咱们风云村的香愁 我们这个民俗酒店呢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给提出来的 说得太好了 说得太好了 其实你说的这些啊 就是我心中的香愁 其实我能想到这些 还是秦姐那天启发了我 秦姐 我们秦姐怎么启发了你啊 那天我去老村看茶开发 然后我就看见他一个人 就在山坡上发呆 然后我们两个就聊到 我们的童年 聊到爷爷 我觉得那有太多 属于我们自己的回忆了 所以你就想到 把咱们村这些老房子 给建设成民俗酒店 对 这个民俗酒店的想法呀 真的太好了 但是我觉得呢 光有房子还不够 咱们应该把这些民俗工艺 民俗文化呀 都引进来 咱们枫园新村的好东西 可是多着呢 那个 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申请啊 辞去咱枫园新村党支部书记的报告 申党委批了 今天啊 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开个会 一呢 是要跟大家告个别 二呢 是要跟秦田啊 交接一下工作 从今天开始 秦田就是咱枫园新村 支书主任 一间跳了 大家都是他的长辈 该批评的时候 多批评 该支持的时候呢 也希望大家多支持 雪岩呢 你就放心吧 咱们秦田呢 是咱们镇党委提名 又是咱们枫园新村 所有党员集体选出来的 错不了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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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接一下 这是当年天顺书给我的 秦田 秦田 这是你天顺爷爷当年交到我手里的 他的工作笔记本 这里头记着历次学习一号文件的心得体会 当然 还有对当年的枫园村 他的希望 你收人 有空看看 嗯 这个呢 是你打我做的笔记 这是我近些年来 学习一号文件的心得 这里头还有咱们枫园村 枫园新村 挡件工作的经验总结 当然 这里头我也写了一点 对咱枫园新村将来发展的希望 和建议 希望对你有用 嗯 这个是 这串钥匙最重要了 咱们村委会所有的钥匙都在这 大门的 这会议室的 办公室的 广播室 展览室都在这儿 最重要的呢 就是这把 咱这个柜子的钥匙 这个柜子里啊 有咱封园村 党件工作的所有材料 啊 还有这个抽屉 咱们封园新村的年轻人 要求入党的入党申请书 我都啊 登记 造册 放在这个柜子里 当然 我在电脑里啊 也给你存了一个备份 你要想查啥 一查就有 嗯 最后就是咱们封园新村党支部的这枚工帐 你别看这一枚小小的工帐 这是责任 更是担当 这是责任 更是担当 把这些 一袋一袋传下去 好的很 那这 工作交接完毕 你们接着开会 我啊 回家 养老 再见 大 大 再给我们说两句吧 行吗 那我再唠叨两句 说吧 说吧 说两句吧 那我就再唠叨两句 这个 八七年 咱封园村的乡亲们 像抬轿子一样把我抬到了这个村主任的位置 秦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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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二年了 我从天顺书手里 接过了咱封园村党支部支书的工作 一晃三十年 时间过得是真快 这两天呀 我一直是翻来覆去在想 这三十年我都干了些啥 咱村子 都干了些啥 这大家伙都干了些啥 翻来覆去的想啊 我就想出了一条 那就是咱们乡亲们 想过上啥样的好日子 咱就咋干了 对吧 我呢 没有多了不起 跟大家伙一样 普普通通农民 咱就是种好田 老老实实地做好人 但是我想啊 这三十年 要是没有大家伙的帮臣 那不可能咱们封园新村 能到今天 我想谢谢大家 真心要感谢大家 我在想要是没有大家伙的 我想我可能还在那个 因为分地关的那个学习班里 可能那个市场政策还逃在村外 还回不了村呢 就是因为有了大家伙啊 咱们种了中药菜 咱们开启了中药厂 好 今一会儿 那个一直发展到今天 咱们有了 大国园 光伏 那个 水街 咱们风园村 柳家瑶 高家域 合并成了一个大风园新村 没有大家伙的帮神啊 没有大家伙的帮神啊 这兴许就是个梦 可正因为有了大家伙的支持 咱才把这个梦啊 变成了踏踏实实的日子 美得很 我今天是退了 可我要说我还是一名党员 我将会 事言不变 本色不改 我要作为一名普通的党员 继续为咱风园新村 静言 献计 到时候别嫌你打我唠叨 嗯 这 我给大家鞠一躬 我更感谢 谢谢 谢谢 这 三十年了 我们 折腾你 骨刀你 麻烦你 但是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 在风园村 有个好领路人 不说这 不说这 我还记得天智书当年那句话 你们接着开会 我走了 啊 啊 嘿嘿嘿嘿嘿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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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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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呢吗 我接你啊 嫁到你们风云三十年了 你管了我三十年 今天我接你回家 我管你 我伺候你 好 我一定让你管 从今天起啊 就可以天天陪着你了 你想去哪儿 咱就去哪儿 行了 那你就先陪我回趟老家安徽吧 安徽这么近的地方 那咱啥时候都能去吗 咱要周游世界 好 跟着你 去哪儿都行啊 主要是有你在 去哪儿我都高兴 我看你 为什么要回头 我应该不吵 再来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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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神爷爷 谢谢您 我们会永远记住 爱土地种好粮的根本 您的话我爸没忘 我也没忘 我爸妈妈 那监督 最近我老做梦 梦见我达 梦见咱俩小的时候 折腾了大半辈子 最后发现以前那段苦日子嚼起来真甜 甜啥 年轻的时候是真苦 要不是那苦日子逼着咱们 咱干嘛要拼了命的改变 说实话 当初你带着大家伙包田到户 大家都很高兴 可就我不同意 其实就是因为我不喜欢种地 所以就卯着劲的想离开凤原村 离开这片土地和这块地方划清界限 可现在回想起来 咱农村这几十年的变化 就是从包田到户开始的 先是大家伙吃饱了肚子 然后进城办乡镇企业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 就像是昨天刚发生的一样 是吗 你这时间过得快吗 一转眼咱都老了嘛 还好 咱的娃娃们都长起来了 一个个还都顶事 说实话 说实话我这退下来啊 把村子交在他们手里 我放心得很嘛 再说 这以前去城里啊 总觉得这城里和咱这村子差距太大了 可现在去城里 你再看看 这跟咱这村子有啥差距吗 最重要的是 咱农村空气比城里强吗 是啊 雪岩 你带着大家伙搬进新村以后 我就已经觉得很了不起了 可你现在看看 咱这农村一天一个样 公交车也通了 点燃器也通了 家家户户都有了抽水马桶 有些个还能自动充屁股呢 真是想都不敢想 还有不少家里还买了小汽车 在省城也有不少人夸大农村的变化快 夸党的政策好 这政策一年比一年好 党和国家心里有残累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党的奋斗目标 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再给你讲讲最新的 乡村振兴战略 你听过没有 没有 我跟你说的说道 第一个 那就是人才振兴 啥意思啊 这个几百年来 咱这一代代的农民啊 都离开了村子 离开了土地 进了城 你不就进了城 现在还有跑到国外去 咱要靠人才振兴 咱要把他们通通召回 振兴咱们农村 第二个 咱要搞产业振兴 就是说呀 咱农民 不光是种好地 打租粮 咱还要把那个农林木附鱼 一二三产业 通通归到咱村子里来 这是咱农民的本分 咱一定能干好嘛 第三个 文化振兴 你说说咱村子里呀 这个简纸 麦杆画 稻草人 那都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嘛 咱不能把它丢了 咱不能把几千年中国 这个传承下来的德语行给丢了嘛 对吧 第四个 生态振兴 青山绿水 就是金山银山 说的是啥 说的是咱将来的日子嘛 咱要过那天清水静万里乌云 吃得健康 过得舒心的日子 最后一条 就是组织政经 你说说这四十年 咱这一步步走过来 那不就是靠着你答 我答 那样的老党员 老知书带领的吗 那不是靠着咱们共产党 才带着咱们走上了这条康庄大道 富裕之路吗 这个乡村振兴战略啊 说实话 我听完了 那心里啊 美得很 好 好 我前段时间 给你说的那个 要把户口签回来 可不是开玩笑的啊 我知道 签回来吧 签回来好着呢 咱们老哥俩啊 要再多活几十年 咱们一定要看到咱枫原村 美好的未来 好 美好的未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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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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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西农511的第一批种子啊 我想把它种在咱们枫原新村的高标准麦田里 你找我就对了 你知道吗 我们国家小麦品种的六次更新换代 有四次是我们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主导的 难怪您一直想调到西农大来 是 他先后主持育成 并推广了以碧麻一号 风产三号 矮风三号 和西农八八腰等为代表的四品优良品种 被誉为小麦育主学界的科学巨匠 农业科教战线的一代宗师 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赵老婆 老德东主席亲切地称赞他 一个小麦品种挽救了大半的新州灵国 今天是 赵鸿章院士单身一百周年 那年 因为秋冬干旱 农民对麦田普遍进行了冬冠 春节前 麦田出现地表干裂情况 如不及时除地饱伤 就会形成军列 给麦苗带上家 影响小麦产家 赵鸿章院士紧急不闻 大年三十还在四处奔走 建议政府改变 干部不过正月十五不下乡 农民不过正月十五不下年的习惯 好 我没推文 那个叫你来啊 是还想听一听 你上次给我说的 高标准填的事情 行啊 这个高标准填啊 是不用您亲自下地干活的 您这些年呢 走南传北也多 在种子公司啊也有朋友 我想您的消息灵通着呢 那倒是 前些年啊 你婶子要做蛋糕 要弄个啥 弱筋面粉 我就找了找相关的朋友 那您应该听说了 现在有一种新的面粉啊 叫颗粒粉 现在的市价呀 已经达到了十八块钱一斤 这个我知道 但是没有种子啊 这个颗粒粉要硬着小白 说 如果我能把种子的事搞定 你愿意参股吗 行 我考虑考虑 我呢 提前替您做了一份分析报告 这样您的收益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像我老张家的人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好 我会看的 我叫你带的东西 你带了吗 带了 我会见你带的东西 我看你带的东西 看你带的东西 我看你带的东西 包裹地界 我念给你听听啊 我都记到小本楼上 历春后 金银花 跑到大队铺说 我张天顺 再风圆一天 我就绝不会让我们的红旗倒 你说你呀 我怎么养你这么个儿子 你当 你当我做了 你当我做了 小心 大日后我要靠你抱孙子呢 退一晚不说 只要大海有一口气 那就用你一口饭吃的 小心啊 大小心 为人莫做亏心事 举头三尺有神秘 善恶到头中有了 只争来早 欲来迟啊 这话你得听进去 得记住啊 这位高标准买天 我干 叔 谢谢你 你跟女达说 我不是冲她 师父冲我未来的儿媳妇 哥叔叔 要点啥呀 关醋 来来来 坐会儿坐会儿 来来来 叔叔 这冠状醋早就不卖了 一会儿我给你拿一瓶 咱俩坐会儿 说说话 成不 好啊 叔叔 现在咱这生活啊 是越来越好了 你说 我这心里 咱反倒不踏实了 你说我家娃她娘啊 去给那个二福带娃去了 这家里边你看看 里里外外 进进出出 就我一个人 孤单啊 对 孤单 你说 咱们越来越老了 这怎么还越来越可怜了 你看看 啥 回不来了 你看昨天不是说好了吗 回来待几天吗 points 行行行 那你要忙啊 你就赶紧忙你的 回头再说 好 就这 是 三佛 你这 你瞧瞧 这前两天说好了 回来看看 回来看看 这又回不来了 说有什么手术了又 都说我三十六计啊 会算计 但是啊 我千算万算 我就没算到 我这老了老了 身边这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行 跟叔 你等一会儿啊 我给你拿瓶醋去 跟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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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真是一会儿明白 一会儿又糊涂了 真没想到 你肯回来种地啊 我也没想到 你咋想的嘛 你有个好闺女 我有个好儿子呗 是我闺女把你给叫回来的 未来的儿媳 这种交线 更交线不行啊 那呀 如果这么大的阵仗 就靠咱两个老头把你拿不下 不用操心 今天都想好了 过两天啊 就出门 去把这三个村子 在外面工作的那些年轻娃娃 都给喊过来 大家有力处理 有钱出钱 行 天天这孩子行 好 那咱也好好干这一番 这娃娃们带个好头 你看啊 我都准备好了 你看看那边啊 我打算上最新的滴灌技术 还有这一片 等这一片枣玉米收了以后 我打算和西农大联合 搞最新的小麦试验田 还有那边 那边我全部种上那个若金小麦 专门做蛋糕用来 嘿嘿嘿 瞧瞧你这心还很大嘛 行了 我的意思啊 动员农民拿土地入股 进行集中种植 咱先成立合作社 等到明年下去 那就是金灿灿的一片 想着都美得很嘛 我说秦轩 你这思想要换换脑子来 有点法律意思 现在是我说了算 明白不 我想吧 咱的合作社我多投资一些 我要当理事长 你只是个总经理 二把手 哈哈哈哈 李市长要是不理事 那只能听我这个二把手 哟 这是啥新事件 嗯 可以起飞了 啥起飞 小兵的无人机 马上来洒农药了 这小子咋听你使唤呢 哎呦 哎呦喂 这么大个啊 嘿 厉害吧 厉害厉害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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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多运动 让我多吃 我哪吃得动啊 病好了 就出来转转 好 好 你好 对 看到没 急转 三十六斤 你这咋回事 啥咋回事 这上面不都写着呢吗 三十六斤 你这店可开了不少年 你这急转出去 你舍得 谁呀 是不是娃娃们要借你到城里享福去呢 好笑 你的几个娃娃都在大城市 北京上海你随便住 这大城市多好 啥都先见 我们可羡慕着呢 就是这住两天 那住两天 来回住 别瞎说了 我还真没那福分 行了 我呀 今天就会跟你们瞎聊了 我还有事呢 好好好 那我们走了先 沈泽回啦 来呀 谢谢 好好好 再见啊 叔 您这是咋了 你不管 这要有事 可得跟村里说 咱们大家伙能一块想办法 您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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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不接啊 不愿意去 这一直想快接吧 万一有急事呢 今天 那我就不嫌当你面丢人了啊 爸 您别生气啊 月底前我陪您赶回来 陪您上医院好不好 喂 你都听见了吧 我养了仨儿子 合心伙来骗我 说回来看看我 这可倒好 今天推明天是明天推后天 这回呀 他们几个的话 我谁我也不信了 我把这个超市物往外一转 我住他们家去 我看看他们一天天 都到底有多忙 咱先不说这小卖店的事啊 您咋了 哪儿不舒服呀 我陪您去医院 今天 叔啥事也没有 叔啊 就是岁数大了 有点犯贱 没事啊 还真挺想这三个臭小子 这人一上了岁数啊 就想让他们几个 没事回来看看 陪我说说话 叔啊 您说这三福啊 在审理的大医院上班 人真忙 这样行不行 我过两天去一趟审理 我帮您看看他去 成不 成 那成 行了 别多想了啊 赶紧回吧 没事没事 快回吧 走 回吧 走 回家 叫 Noah